前文再逐就书接上一回 昨天说到阴差巴忠和将军岳辉承得他们畏惧不前 带兵入了西藏之后 满着朝廷狮子和郭义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议和条约 乾隆非但没有发现 岳辉反而升任了四川总督 但是纸就包不住火 西藏就负担不起每年要向郭义克进贡九千多两百元这种巨债 又不可以问朝廷拿 根据不给 郭义克见到西藏没钱给了 在乾隆五十六年八月 进兵占据了聂拉木齐龙 又为他集实轮报 驻葬大臣保泰也一向隐瞒西藏的情况 等到现在郭义克发兵之后 马上就把六世班禅由羊八井一路就移送到前藏 没几天国义克军队就进驻了集实轮报纸 朝廷这样才知道 朝廷震惊 那乾隆又不明白西藏的真相 交去军机处就已论了 没多久 这样才知道西藏的所有长情 于是又扩闹事了 不用審了 任猜霸中那些将军岳辉成德 堪不难严处 九月二十八号 乾隆就御示两广总督 协办大学士一等加南宫 福康安入京 面授方略封其为大将军 统书大兵前往西藏征招国义客兵 又任猛将二等赵通公 海南策和成都将军灰钞 为参将大臣 协助福康安扮理军武 无奈各路的兵马陆续入藏一万四千多人 乾隆帝就落了狱子 要大臣想一个好办法 真是彻底解决西藏问题 最好就一路永逸 谁知道大臣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办法 乾隆没办法 唯有传誉 准备就移戒热河 那刘庸就对乾隆说了 神在微服茶坊那时 曾经听到有些人对皇上的身体有议论 那皇上似回去热河 不如在成年那时 将你的脸盲卷起 有时不妨骑下马 骑骑老 移障方面 越简单越好 侍卫也不要带得太多 如果去到想去哪位百姓家走一走 你就随便去一下 乾隆一听就说 那你叫我微服前往热河 皇上 敢入不必微服 皇上只需降下圣誉 命令沿途百姓不得然農事 不时劳作 令沿途官吏不准擅自接驾 皇上随意要到何处那时 何处再接驾不辞 乾隆自己都想 虽然说我八十二岁 但二冲目明精神斗手 勤于正时 确实应该叫天下人 看看我的身体有多壮健 到了避暑山庄之后 去大海里面唱游一番 还可以写几句诗 看行天下 也知道浸与民同乐的意思 志在千里鸿心 于是乾隆就叫和身复长安护重 留用就留在京中 大队人马在五月初 就启程前往热河了 五月正是初夏 中午就比较热的 乾隆多数是早上 或者挨慢才出路走 中午太阳多的时候 就休息一下 一路上果然采立了刘庸的意见 让那些车就空着走 自己就站在路上 福长安在前面牵着 和身在后面跟着 旁边的侍卫只有三个人 其余人在后面隔得很远 慢慢走 乾隆在路上 望着田园风光 在内心里面多谢刘庸 他即时觉得现在自己年轻起来 眼睛看东西似乎更加清晰 耳朵听东西似乎更加珍切 心情就舒畅 有时候路上不时走过几个人 居然对皇上微微小笑 有点大胆 还要仰仰仰手打招呼 乾隆即时觉得自己和老百姓接近了很多 以前在江南曾经微服私房 但那种感觉和今天自然不同 因为那时没有人知道你是皇上 现在天子的身份放在名处 能够和百姓融合相处 心里面多有趣 平时百姓们当中 和他之间就不知隔了多少官吏 今天以天子的身份自身其中 对八十二岁的乾隆来说 真正是与民同乐 第二天乾隆就来到一个庄上 见到庄上的人 全部都是古福勾歌 游言智乐 真是太平天子乐 盛世树文安 那和新是最好是拍马屁的 见到这样的景致 又见到皇上这么高兴的心情 就说 这些都是皇上智利得好 我们何不尽庄看看 乾隆正有此意 于是和福祥安和身一同入了村 只带了一个示威 入到村的时候 刚好就碰到有一户农家 张登杰彩 在那里操办喜事 你不要说乾隆八十多岁 真的没见过农家办喜事是怎么办的 于是就走过去 庄上的人知道皇上居已经来了 喊一声跪了大片在地上 这个直情是庄上万世的荣耀 乾隆很高兴地说 你们都起来起来 如果你们不按照原来的样子 扮起事 朕反而不高兴 起床起床 起床起床起床 众百姓听到皇上这么说 这样才起床 但过了一会儿 乾隆身边就被老百姓围到水舌不通 那倒是和身和福祥安 走过来 他确定把老百姓廣伏了 廣散了 那老百姓才散开各做各的事 乾隆见到这么純薄的风情 百姓对自己这么外戴 从内心无限欣慰 他跟着一想 笑着说 哈哈哈哈 和身 过来 渣 你今天有没有带铜钱呢 哦 回皇上 我带了 而且不少 嗯 我不用很多 你拿六枚铜钱来给我 蛤 是啊 拿来啦 乾隆跟着拿了六枚铜钱 走到个扮起士隆吉的主人面前来说 朕望你们全家六六大信 这六枚铜钱 赐给你们 这个农夫全家高应到跪低叩头 觉得这个一定是前世继络来的恩德 在今天大喜日子 皇上居然来了 而且还送给他们六枚铜钱 唉 这些不是铜钱 是幸福之缘 正在这高兴 皇上又说了 来来来 拿些红纸和筆来 朕为你们社会对乱 哇 全庄人听见 个个高兴到老爸姓什么都不知 你知道了 皇上的墨宝 那些真是万金 十万金 千万金都买不到 那农家主人 马上把纸筆拿过来 又搬了一张桌 谁知道乾隆就想在上面写了 六个铜钱何礼 炎小物修 修财外财 写到这里他就说 嗯 这个夏联朕一时想不出 来来来 这里这么多位 哪个对得上啊 大家开头还很高兴 特别是这个农家主人 都不知收那六媒铜钱 又说不收好 现在看到皇上出了上乱 叫人家对下乱 才明白皇上呢 是故意借这件事 考下这个段家庄人的文彩 这条庄人的就是段家庄 大家都想对 对得出来就讨皇上欢喜 但是一个都对不出 就在这阵 突然间 一把好甜的女声 在房里面传了出来 这个是新娘 他只是听见 在里面随口就对了个夏联出来 两间茅房是客 怕窮莫来 来者好食 其联一听就说 哈哈哈哈哈哈 对得好 对得好 啊 我来讲一讲 六个铜钱贺礼 嫌少物收 收财爱财 两间茅房是客 怕窮莫来 来者好食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啊 和新又拍马屁的话 好好好 对得真是好 真人才也 于是皇上就想进去看看 新娘是什么样子 马上和新福长安在前面引路 就进了新房 皇上到的洞房 正是闹房时节 三天不分大小 闹得越狠就越好 皇上都知道这个风俗 这阵皇上见到的新娘就说 嗯 朕看你这女子生得潮泥 又能对出我那对子 你不如随我到京城 做朕的孙媳浩 朕封你为福兵如河呢 啊 怎知她的新娘就说了 鸭卓高飞 不落凤凰 妾系树人 不落零五 秦龙健的引用得如此得体 是真是欢喜她 想再试试的胆识 看看她的才气 跟着说了 你若不许是 浸的钢刀 就会架在你条颈上 怎知她的新娘很淡定就说了 我心匪夕不可能也 我心匪夕不可卷了 哦 哦 哈哈哈哈 啊 和申 我朝无女科 若有女科 朕必娶她为女状元 皇上 你现在就娶她为状元如何呢 怎知乾隆未说好与不好 这阵新朗尼历 她在门外面就听到乾隆的说话 马上浪声在唱就说了 青夜无尘 月色如银 酒针时碎满十分浮明浮理 幽苦老臣 不如舊啊去做个贤人 对一张琴一壶走一溪 哇 歌声都清亮油阳 我正特特不懂唱 不断乱唱的 乾隆和和申定眼看一看她 嘻嘎 这个新郎 正是两目朗朗 如同声乐 面旁指红 如同重组 肯定我说 难怪新娘对你心意如此 真是财貌相传 你愿意随朕到朝中为官吗 怎知新郎哥又唱一首歌 而且新娘 见到夫君唱歌 马上就拿一支竹梢 和住夫君的歌声 那个年轻人这么唱 桃花乌里桃花含 桃花含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中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前 酒醒只在花前座 酒醉还来花下面 半酒半醒日 复日 花落花开年 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车马前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寸 不见五零毫 不见五零毫 结冒 无花无酒 不愿鞠躬车卓天 我 桌上放着两个盘 一盘就清炖鸡 一盘就红烧鱼 鸡就一只 鱼就两条 乾隆吃的饭菜 比宫中的饭菜 都不知道香甜多少倍 他平时最讲究 折食养生 今天反而大食特食 似乎有失天子风度 更加不像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翁 好了 接着又是起程 走两天 乾隆觉得没什么味道 眼看着太阳 任何入地平线 乾隆又试驻不行工 这阵乾隆觉得眼皮好像重了很多 耳朵也好像重听了很多 和生心势如法 跟腹长在一起 就赴他愤乐 为他按摩 好艰难 乾隆才睡着了 这阵和生 看看福长安 自己也似乎有点点倦意 接着将他手刮搭 搭到福长安的颈子上 他就说了 你送我回寻室 那福长安自己也很累的 没办法 唯有扶着和生 到他的寻室 将和生扶到上铺床上 然后福长安 他就想拉开和生 翘着他脖子的手挂 谁知道走不掉了 和珊的手就死哭着他不放 他望望和珊 一死他 个个和珊 瞇着眼睛一条线 色迷迷就看着福长安 福长安就明白 这人又想做什么 就唯有和他抱在一起 抱着睡 福长安就不想这样做 他想和和珊有冲突 但是看看和珊 无论哪一方面都比自己强 自己在皇上的心目中 远远比不上和珊 唯有死心塌地 就做他和珊的奴才 和珊无论有什么要求 他没有说不答应 你说他老豆腐行 全下有之 必定为这个儿子感到羞愧 他大哥福长安 若果知道弟弟如此 他大哥那把钢刀 就不是斩向林爽文 斩向缅甸国以客 而是先将这个弟弟斩出来 第一 和珊看个乾隆起身 但似乎那些疲劳 好像还没解除 一夜场面 好像还没睡觉 那怎么办呢 和珊今天看到皇上没有精神 收场挂肚想找些笑话 说什么听 因为自己平日看到皇上不高兴的时候 都会在面前讲笑 唱曲 唱词 通常皇帝都会很欢喜 但是今天的和珊 无论他怎样说怎样唱 乾隆总是没有来表情 那怎么办呢 唯有就跟乾隆讲一下刘国泰旧底讲过的故事 讲完之后 乾隆果然有几声笑 和珊见到皇上的精神这么差 想到一个办法就说 皇上 奴才以为还是微服私房好 不如这样 午后你换了服装 我们出去走一走 乾隆就为了说 嗯 也只有如此 那各位 跟着下午会发生什么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